各位同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 《瑜伽与中国文化》这个专题 上次我们讨论君子的人格 在孔子心目中 君子除了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之外 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 那瑜伽认为要达成政治的抱负 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呢 瑜伽是主张执政者应该本着 自己高尚的道德修养 来教化人民推行人政 孔子就说 其身正不宁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出自论语的子路 那当中 其身正是什么意思呢 当中的其字 是代词 这里就是指执政者 即是说执政者本身的行为正当 那其身正和其身不正 分别得到什么的政治效果呢 当中 其身正呢 就不宁而行 即是说执政者本身行为正当 不发命令 事务都可以顺利地推行 相反 如果其身不正呢 就虽令不从 即是说执政者本身行为不正当 就算发出命令 百姓都不会服从 孔子意思就是说 执政者必须具有正确的行为 操守 那才会使人民心愿成福 如果执政者做出不疑的行为 人民就不会拥大它 所以孔子提出了得字的思想 他就说 道之以正 齐之以形 文面已无耻 道之以得 齐之以理 有此且格 出自论语的遗正 那当中这里所说 道之以正 齐之以形 道和齐 是什么意思呢 道就和这个道 不一样 就是解忍道的意思 齐呢 就是解整顿 就是说 第一句道之以正 齐之以形 就是说 用正令来忍道的人民 用刑法 来整顿他们 接着如果用这种方法 施政会有什么后果呢 就是后面这里 文面已无耻 就说 人民只是暂时 免于犯罪 但呢 就无羞耻之心 那么可以见 这种自觉方法 并不理想 所以我们看另一种自觉方法 就是后面那里 道之以得 齐之以礼 就是用道德来引导人民 用礼教来整顿他们 那这种自觉方法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 最后 有此且格 那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解 就是有正这样的意思 就是改正 那么人们就会有羞耻的心 也都会自动改正过来 那么我可以见到 如家所提倦的得志 可以引到人民向善 令到他们注意道德操守 成为奉公守法的人 那么君主推行得志 有些什么的具体措施呢 孔子就说 到千成之国 敬事而信 接用而爱人 使民以示 出自论语的行业 那么这里的 度呢 就可以解作自理 大家知不知道 千成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千成 就是指一千两战车 而最后的字 时又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龙衔 那样的意思 那么所以这句意思就是说 智里 智里具有一千两战车的大国 做事要恭敬 诚实无欺 自约费用 爱护人民 在龙衔的期间 指派老百姓服认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 爱人了 其实呢 这个就是人德的表现 所以如今所注重的德字 主要是指君子推行人正 人正的先决条件 是君主必须要具备 敬 信 爱人 就是人 等等的贫德 美德 才能够为人民着想 为他们带来 安乐的生活 好了 现在给个练习大家做 试下回答以下两条问题 第一 执政者其身正 或者其身不正 分别会得到 怎样的治国效果呢 第二 根据短片的内容 孔子认为君主应该 怎样治理一个大国呢 记住大家试下做一做 两条问题 才看个参考讨论 第一条 其身正是指执政者 本身行为正当 能够这样 他即使不发命令 事务也都可以顺利地推行 其身不正 就是指执政者 本身行为不正当 就算发出命令 百姓呢 也都不会服从 第二条 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大国 做事要恭敬 诚实无欺 节约费用 爱护人民 在龙闲的期间 派老百姓服认 总而言之 君主应该具备 敬、信、爱人 即是人 等等的美德 才能够为人民着想 为他们带来安乐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拜拜